我們現在已經談到第幾天 我們談到14之二 已經快談完了 我們看一個例子就完了 14之二就結束了 看一下我們課本這邊有一個例子 603頁 603頁底下那邊有一個例子 說有一家連鎖餐廳 專門設立披薩店 它是個連鎖披薩店 專門設立在哪裡 設立在大學的旁邊 因為大學生喜歡吃披薩 年輕人做任何活動辦活動 晉升幹什麼的話很喜歡叫披薩過來 所以專門設在大學旁邊的連鎖披薩店 那麼他講10家大學旁的這個連鎖分店 他找了10家 那個10家每一家所在地的大學的校園裡頭 學生人口數分別是多少 把它當X 那麼這個每一季的營業額 每一季的營業額把它當Y X跟YX跟Y 所以你有10個點 10個點就像我這邊所寫的 你這邊有10個點 是吧 10個點 每一個點都有它的X跟Y 注意到 每一個點都有它 學生人口數多少 X就是學生人口數啊 那 它是以千人為單位 所以你這邊還不是說第一家 第一家的2 第一家的點呢 X的指是2 代表兩千 代表兩千人 那麼第一家的每一季的營收額啊 是 58個千 就是5萬8千 對不對 所以 以此類推呢 你有10個這樣的餐廳 10個的分店 每一個分店的 大學旁的 旁邊的大學的人口數 學生人口數是多少 每一季的營收 有幾個千這樣子啊 所以你得到這樣一個 603月底下的那個table 14之一的那個table 那你把它畫在坐標系統上 得到604頁這10個點 你想辦法找一條線 穿越過去吧 607頁幫你找出來了 你得到呢 用剛剛所算的那個B0跟B1 的方法去算 結果呢 你算出B1等於5 然後B0等於60 因此呢 通過這10個點的回歸線估測量 是60加上5 X 回歸線的估測線 60加5乘X 這個5怎麼理解它呢 怎麼理解5呢 5什麼意思 5是它的協率 代表X每增加一個單位 每增加一個單位的X會產生多少單位Y的變化 是吧 是5 比如說你人口數 大學人口數只要增加1000人的話 你的每一季的營收就應該增加5個千就是5000元 這講的是美金 因為這是美國的歷史 所以我可以做這樣的理解 所以以後你看到回歸方程式的那個 前面那個X前面的係數啊 就是做這樣的理解 它就像協率的概念 就是我的X這個字變數每增加一個單位的話 我的Y會增加多少的單位到我的Y上來 會貢獻多少的Y的量 這個理解它 這樣懂嗎 事實上它就是協率 它就是水平軸上頭增加跟Y Y軸上頭增加那個比值 那麼這個60怎麼理解呢 60說即使我X是0的時候 我Y還是有60 它這個Y Intercept Y結局這個東西 這個叫60 這個量是60 即使我X是0的話 Y有60 當然在實質意義上頭 這個60很難加以解釋 我如果沒有半個人 學生哪一個大學是沒有人焉所至的一個地方 我開個店 至少一開門只有60個千 不能這樣解釋 它的實質的意義是說 我一切的這個營收是從60這邊開始起跳的 懂你意思嗎 看是增加還是減少 從這邊開始 結局是這樣的意思 那麼得到這個一個結果以後呢 我們十四之後這邊呢 教了大家怎麼樣去做簡單回歸的方法了 B0跟B1應該怎麼做都講過了 那我們這一節呢就可以結束了 請接下來我們看 一個新的概念 叫做決定係數 決定係數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這邊介紹一個概念 在符號上頭啊 我們有這個小R平方 但是有些電腦有些課本呢 它不是用小R 它是用大R OK 大R的話就變成這樣子 大R平方 但是你看到小R平方大R平方你就理解它 就是 所謂的決定係數 它用平方來表現 像我們課本用小R平方 我們用小R平方 小R平方是什麼概念呢 小R平方叫決定係數 什麼叫決定係數 要談決定係數呢 我們先談 大家看一下 Yi-Ybar 等於Yi-Yi-hat 加上Yi-hat -Yi-hat 一樣的 我們可以把 Yi跟Yi-bar之間的差異 什麼是Yi跟Yi-bar之間的差異 大家看 這個是Yi Yi-bar是什麼 Yi-bar是在這邊 所以每一個Y 每一個點 它的Y坐標 可以跟Y的平均值 所形成的那個坐標線 這條水平線之間 可以找出它的量 這點也是一樣 這點也有一個 這個點也是一樣 每一個點都跟 這個Yi-bar這個量 有一個誤差 一個差距 那上面的 當然 它差距是 是這樣子 下方的 是這樣子的 差距 所以我畫 藍色的這個點 代表每一個點 跟Yi-bar之間的 的那個 差距 那什麼是 Yi-hat 減Yi-bar呢 Yi-hat是哪一個呢 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回歸固測線 叫Yi-hat 它是B0 叫B1 乘X 所以 Yi-hat是線上的 Y坐標 線上的Y坐標 你看這個點的線上Y坐標 這個地方 對不對 這個點的線上Y坐標 是不是這個地方 對吧 乘號 對吧 是齁 這個點的Y坐標 是不是在這邊 線上Y坐標 回歸固測線上的Y坐標 是不是這個地方 這邊也是一樣 通通都在線上的 所以我現在用紅色的 這個點 代表是 觀察點相應於 回歸固測線 的那個Y坐標 說好紅色的點 那 回歸固測線上的坐標 是戴帽子的 跟Y bar 一樣是跟這個Y bar 那就代表我現在開始 你看 畫紅色的 剛剛是藍色的 我現在畫紅色的 紅色的 所以紅色的線代表是 是 回歸固測線 跟Y bar之間 這個無差 知道齁 好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Y跟Y bar之間的差距是什麼呢 Y跟Y bar Yi是原來這些黑的點 這黑的點啊 跟這一條平均值 這還沒算呢 所以黑色的這個 黑色的點 跟Y bar 總之你知道齁 點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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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黑色的 點跟平均值 好 所以 我這邊可能畫錯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全部的這個 誤差的這個量 可以拆開車兩塊 本來只有Y跟Y bar 本來只有每個點跟它的平均值 之間的差距 現在硬是 介入了一個新的東西 硬是介入了這個新的東西 你看到沒有 這個新插入進來的 介入兩者之間的 這是個小三 是吧 一直介入進來 然後 他跟小三 小三跟他 看到沒 變成這樣的一個概念進來了 那為什麼有個新的這個東西 介進來呢 有個Y-hat這個東西進來呢 它就是希望能夠用這個Y-hat 各位同學 Y-hat Y-hat 事實上是代表 代進了X進來的 你看到沒 本來人家本來只有Yi 你看這些點 這些點每一個就是Yi啊 你看 這些都是Yi的坐標 這都是Yi的坐標 本來只有這些Yi的坐標 跟它Yi之間所形成的這個平均值 本來只有這個東西啊 那由於你硬是要去找一個新的質變數 想辦法來解釋這個Yi的形成 你這個Y原來是由X這個質變數 所帶進來的 所形成的 所以我現在要用這個X這個新的質變數 本來不存在的這個東西 想辦法來解釋Y 所以 理論上頭來講是 本來這些點跟平均值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 黑色的這個 誤差的 的這個量 這樣來看 本來是 黑色的這些量 平方的總量 就拿這些黑色的這個線 線段的長度來代表它 可以變成 這個是點跟 這個回歸固測線 點跟回歸固測線 就是哪一些 點跟回歸固測線 原來的點跟回歸固測線上的差距 那就是紅色的 環繞在 環繞在這個線左右的 紅色的線段 以及 新進來的這個 這個代理人 這個小三 跟原來真正這個平均 那新進的這條線是 是這條啊 是這條啊 藍色的這條 跟黑色的這條 Y-bar之間 那是形成 這樣的誤差 所以總誤差啊 可以看成為兩個誤差 那麼這個總誤差如果把它平方 這邊變成這邊要平方 加這個平方 再加兩倍的 它們兩個相乘 然後你把它take sum i從1到n i從1到n 這邊i從1到n 你可以證明 這個i從1到n以後 這個相乘計的這個東西 一樣會等於0 所以我們可以 證明出來 所以這叫SST 等於 這個東西是什麼 點跟估測線上的差距 這個叫什麼 上個節課我們忙了一整節課 我們在忙什麼 剛剛上個小時我們在忙什麼 我們把 我們把什麼東西把它最小化了 哪個東西最小化 誤差量的平方的最小化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這個這個東西 事實上叫什麼 Ei的平方 這是Ei Ei的平方相加總 這Ei的平方是Error Error平方相加總 名字叫什麼 SSE 對不對 再加上 各位同學 Yi hat 減掉Y吧 本來是什麼 各位同學 本來是不是Yi 減Y吧 現在硬生生的 找了一個新的代理人 他叫小三 是吧 讓他來取代原來的Y 本來是Y 本來是自己的點喔 點跟平均之間 的差距 現在硬生拿了一個新的 這個回歸固設線 來代表原來的Y 你看本來 本來點是不是這些點 你硬是找了一個新的Yi 這個新的Yi 跟原來的這些 是由這些點所形成的 Yi是這些點 Yi呢 是線上的點 想辦法用線上的點 來取代原來的Yi的點 就是這個項目 這一項的概念 原來的概念說Y去減Y 減Y爆 現在硬是把Y拿掉 用Yi去取代它 用Yi去取代它 就代表 我用線上的點 來取代原來在線外的 這些原來的這些觀察點 看到沒有 懂不懂的意思 所以這一塊 這一塊我們把它叫什麼 Sub of Square Due to什麼 Regression 這個R是Regression的意思 Regression就是Regression Line 就是透過回歸線取代原來的點 所形成的平方核 這個是 原來的點 跟回歸故事的線上 之間的那個誤差量的平方核 這個是總的變異數 總的變異數當然指的是 Y坐標上面的變異數 Y坐標的變異數就是 每一個點的Y坐標跟Y坐標的平均值 對不對 你一條一條線在這邊 你一堆點在這邊 一條平均值在這邊 Y八 總的變異數是什麼 就是這個 這是總變異數 這個總變異數 原來可以拆開成為 一條回歸線通過它 所得到的 環繞的回歸線左右的 就是這個SSE 以及什麼 以及SSR 來自於回歸線 跟原來的Y bar 所形成的 這樣的誤差量 因此活生生的 拿一個新的東西 取代原有的Yi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有一個好處 原來本身只有Yi跟Yi的世界 現在新的一個東西進來以後 你可以透過這個Yi 帶進了一個新的變數進來 帶進了一個X進來 所以你看問題 多了一個角度 多了一個X這個角度 是吧 用X來取代原來的Y 因為X解釋Y不是嗎 是吧 像這個地方 原來你看看 本來我們的題目說 Yi是這一些 每一個餐廳 連鎖餐廳的營業額 每一季的營業額 那每一季的營業額 跟所有這些營業額所形成的Yi bar之間 找它的差距 找它的變異處 現在由於有這個回歸線進來以後 變成是回歸線跟Yi bar之間的差異 而這個回歸線事實上是什麼 是B0加B1X減掉Yi bar你看到沒 把Yi換成為一個X進來了 變成X跟Yi bar之間的差距 X是什麼 大學人口數 用大學人口數 來解釋你的營業額 所以你展開了新的視野 本來是營業額跟營業額的平均值之間的差異 現在變成是什麼 大學學生人口數 解釋你的營業額 所以 同學瞭解這個概念以後 你可以 可以知道說 事實上 決定係數 我們把它這樣定 也就是說 你全部的總變異量是這麼多 總變異量是最大的 它拆開成是兩個 這都是正的喔 這都是正的喔 所以你的SSR再大的話 也會大過SST 因此這個筆子 一定 比1還小 是吧 那大於等於0 就於0到1之間 它一定比 比1還小 它不會大於1 所以怎麼來解讀這個 這R平方呢 這R平方怎麼解釋它 首先我們來看SSR是怎麼來的 SSR是什麼東西 帶進來的 是這個 這個是SSR 硬是拿Y包含了X的一個Y Y 硬是拿包含了一個新的自變數的X的一個Y 來代替原來的Y 原來的Y是沒有X的概念的 對不對 現在硬是拿一個包含了一個新的X的一個東西 叫做YHATS 來解讀它跟原來的Y爸之間的差距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代理者 它是一個介入者 它希望能夠提供一種新的世界 來解讀原來的Y 好 它代理了 請問它能夠代理原來的差異 代理的程度有多少 全部的差異在這個地方 代理者進來以後 它造成的差異有這麼多 它是SST的一部分 所以SSR是一個SST代表 代表什麼 解讀一下這應該代表什麼 好這個什麼概念 就好像說你是董事長 你手下不找一個人幫你辦事 幫你辦事那個人叫什麼 董事長特助 對不對 董事長特助 代理董事長 董事長不在 可是這個特助 能夠代替董事長代替到多大的程度啊 不可能百分之百吧 對不對 有些事 對不起 有些事要等懂得回來 董事長回來 好我們再 才能夠問他一下對不對 董事長不在 董事長不在 沒辦法做過程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 他能夠代理的程度有多少 不可能百分之百啊 對不對 他不在啊 有一些事我可以帶來 找我 蓋上 沒問題 可是有一些事 對不對 董事長的 董事長有沒有小三 欸我不知道 董事長的小三在哪裡 這個我不知道 董事長回來才能知道 對不對 如果董事長有小三的話 這就是要代理程度啊 你有的新的X這個自變數進來以後 有了這個新的自變數 這是X啊 這一項是B0加上B1乘以X啊 這個東西進來以後 他到底能夠取代原來的這個差異 取代的程度有多高 對不對 取代程度越高 越 越怎麼樣 取代程度越高 董事長是不是越輕鬆 是不是 所以以後不需要找董事長 就找他就行了嘛 對不對 找他有什麼好處 因為他有新的見解 新的X 新的視角 新的東西進來 對吧 所以代理的程度越高 就是R2指越接近1 對不對 越接近1的話 代表你這個X取得好還是不好 是不是取得好 我的X取得好 它之所以好 是因為它具備代表性 它具備代表性越高 就代表你這個X取得好啊 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們才把它叫決定係數啊 它決定的董事長 決定的董事長的好的 決定到什麼程度 代替到什麼程度 它的決定性有多高 然後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是這樣來的嘛 是吧 那你說 我現在畫個線給你們看 你看啊 我如果有這些點 這是Y 本來Y的點啊 是這樣子對不對 Y的 本來只有Y是不是 本來是不是只有這個Y 沒有X進來 我本來只有餐廳的營業兒 對不對 它硬是用什麼東西解釋餐廳的營業兒 在這個題目來講 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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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學生人口數來解釋Y對不對 結果 本來第一家的餐廳 它的營業兒可能是在這邊對不對 由於它的人口數 在這邊 所以你看它營業兒就這麼多 有一家在這邊 第二家呢 第二家本來在這邊對不對 它的人口數 在這邊 所以硬是把這個Y啊 從這個Y軸這邊 帶到這邊來 Y本來在這邊對不對 硬是把他帶到這邊來 看到沒 懂的意思嗎 懂我在講什麼嗎 有一家的Y不是在這邊 它的營業兒是在這邊高 由於你把X人口數帶進來 所以Y是不是移到這邊來 看到沒 你懂我意思嗎 不談X的時候 我的Y是不是全部都在這邊 對還不對 這件事對還不對 不談X的時候 沒有任何因素的時候 我想想十家餐廳是不是 十個Y 它都落在Y軸上面 對還不對吧 沒有X的時候 Y是不是在這邊 由於你硬是用人口數 大學人口數來解釋Y 所以每一個餐廳 它除了Y之外 除了營業兒之外 它是不是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跟它在一起的 X是不是進來了 所以這個點是不是移到這邊來了 所有在Y坐標頭上面這個點 由於它的X的介入 使得你這些Y上面的投影的這些點 硬是搬到 部落成為這樣的一個格局出來 變成這樣 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不是找大學人口數 我現在找另外一個 影響餐廳營業兒 除了你旁邊的顧客 home base customer base 大小之外 還有哪些東西影響它的 人口數 影響到營業兒 講一個 捐停 說一個 隨便講 講一個 跟學人人口 跟營業兒有多少呢 影響比較大的是什麼 買東西品質好壞 好壞對不對 好OK好 現在就是這個 X 把X當作品質好壞 好不好 好 現在把全人人口數這個概念先把它丟到一旁 第一家餐廳營業兒這麼高 它的品質怎麼樣 它的品質 假設你那個計算數它的品質出來 它的品質假設在這邊 它的X在這邊 所以這個點是不是移到這邊來 對不對 對吧 它加了一個X進來了 本來 本來是Y啊 Y在這邊啊 是不是加了一個X2進來 它的X塑標 所以這個點是不是移到這邊來 第三個電 第三個電它的營業兒這麼高對不對 可是它的品質 假設在這邊 所以呢 它的品質這個樣子 所以它的點移到這邊來 第四個電 因為 辣椒油裡頭沒有辣椒 花生油沒有花生 的那個點 是不是 好多這種店啊對不對 所以你們吃東西要小心 這種店 它居然也騙了很多的顧客去買了 可是它的品質 對不起 它的品質怎麼樣 它的品質好壞 只有這麼一點點 你看到沒有 它這麼一點點的品質 它居然也賣那麼高的營業兒 有沒有這種店 有沒有 有沒有有啊 所以你有一個點在這邊 這個營業兒更高招了 這個營業兒那麼好 因為它跟大統那家店一樣 做了很多這種假油 它居然衝高 衝到營業兒這麼高 因為它業務行銷的技巧太高了 它佈滿了很多政商關係 很多的政商人脈 所以你看看 所以即使這麼假的一家公司 它也衝了營業兒衝那麼高 有好多家都這樣衝高了 很多家的品質都很差 可是它居然你看 它營業兒拉那麼高 現在注意喔 由於你現在找的 質變數不再是大學人口數 不是代表你的營業兒的 Customer base有多高的那個東西 而是你找什麼 你找什麼 你找品質的好壞 所以我就把品質的真相 我告訴你 每一家公司的營業兒 跟它的品質之間的關係 就是紅色這些點 如果你找的 X是Customer base 大學人口數的多寡 那就把你這些營業兒跟 大學人口數之間的關係 我還給你一條 相當挺直的一條直線 我如果拿品質來解釋你的營業兒的話 就給你一個亂七八糟 雜亂無章 一看就知道是假貨的 這麼一堆這些點 就形成這個 紅色的這些點 看到沒有 懂我意思了嗎 好 然後你現在 你如果對營業兒 對大學人口數的這些點呢 來做解釋 你會得到這麼一條 很挺直的 這一條很好的回歸線 你如果拿這些紅色的這些點 去做回歸的話 我告訴你 你得到什麼線 你可能得到這一條 你也勉強得到一條這面線 對不對 對不對 哪一條的R2比較高 哪邊不懂告訴我 哪一條R2比較高 很顯然哪一條的誤差比較小嘛 誤差比較小的扣掉以後 SSR是不是 幾乎百分之90 90幾 或接近100 所以除起來這個比值 一定會接近1啊 哪一條比較接近1 哪一條比較接近1 阿瑟比較接近1 哪一條 還有哪一條 這邊有兩條啊 哪一條 是不是這一條 這一條非常接近1嘛 對不對 幾乎沒有什麼誤差可言 如果你要找誤差 就這麼一點點 狹小的是 像豆芽一樣的 那麼大小的東西 就是什麼 就是誤差量嘛 誤差量幾乎沒有嘛 為什麼它沒有誤差 因為你自變素選得好 選得幾乎可以解釋得了 你那個營業額 現在你找一個東西 不好的 自變素 找什麼 品質好壞 找品質好壞 還給你真相 是這些紅色的 這些叉叉的點 你勉強找一條 回歸線 大概就這樣 你看過去 這條回歸線 你說誤差有多大 看到 我畫給你看 誤差這麼大 看到沒 這是什麼誤差 這是不是很大 這是不是變小了 這個沒有變 同學們 這些人呢 還是Yi-Ybar 對不對 沒有任何變化 只談營業額 一樣石家電的營業額 一樣是原來的SST 可是由於你新的X的介入 以至於你的SS1產生很大的變化 你的SS1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以至於你的SSR 不再是原來的SSR 它變成SSR變得很小 為什麼 因為誤差很大 所以你Osker會變得怎麼樣 變得很小 對不對 這樣懂不懂 這樣懂不懂就要回歸了 回歸就是溯它的本源嘛 溯源歸本去追溯 是什麼原因導致 產生你那麼高的營業額 或是你那麼低的營業額 你找商店所坐落地旁邊的大學的人 人口數的多寡 很好解釋 解釋得非常好 成為幾乎是一條線 你找一個呢 品質 品質可以造假 只要透過外面門面的修飾 可以讓你看起來好像你品質很好 你賣得很棒 所以它以而也可以充很高 可是事實上的品質是很差的 你得到這麼一個情形 所以 拿品質反而不太能夠解釋得了你的營業額 懂嗎 你隨便找一個自變數 隨便 除了品質之外還有誰 什麼鍾離 鍾離 鍾離 你隨便再找一個 什麼一個 老闆的體重 好不好 這家商店的營業額那麼高 老闆體重高不高 不知道 蹭一下吧好不好 這家的營業額老闆體重在哪裡 我跟你講啊 你如果用老闆體重 哪裡意識把它找出來 也很可能會得到這種東西啊 有沒有可能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根本就雜亂無商 亂入很高的一群點 你找一個回歸線 我跟你講回歸線變什麼 怎麼變這樣 不可能變這樣這樣也可以啊 R2值幾乎等於0 比如說老闆體重跟營業的高低 幾乎沒有任何相關性 再找一個 我隨便讓你找了 我剛剛隨便讓你找 老闆的體重 你還找哪一個 餐廳 餐廳老闆娘的頭髮的長度 跟餡額有沒有關係 點點看說不定有關係啊 老闆娘頭髮越長的話 越能夠招風引蝶啊 越能夠招引來客 誒說不定也能夠形成某一種關係 你的歪就是在這邊 你可以找任何的製變數X來解釋它 我跟你講 我是告訴你這個概念 可是你拿任何的X解釋它的話 它這個Y的值啊 它就散佈在空間上頭 水平空間上頭任何一個點 會形成出各式各樣的關係出來 然後你畫個回歸線過去 你會發覺回歸線的R2 會呈現各式各樣不同樣的R2的值出來 所以R2越高 代表你這個製變數的解釋度 越棒 越能夠解釋它 對不對 否則的話就越無法解釋 對吧 我認懂對不對 聽懂不懂的意思 剛剛舉的這兩個例子 懂不懂這個意思 你同樣的Y就是在這邊 看你的哪一個製變數 把你拉出去 你的Y的值就會移動到各個不同樣的地方去 你就形成很多不一樣的 scatter scatter diagram 你畫一條回歸線過去 它會呈現出不同樣的R2出來 以上所講就是R2的概念 懂了嗎 真的你的製變數是好或壞 你會呈現 讓你的Y的值會呈現各種不一樣的布局出來 R2當然就不一樣 這個意思 好 那麼懂了這個概念以後 你看一下617頁 617頁你看14至11那個就是SST 拆開成SSR跟SSE 那你在計算上頭 你可以像615頁這樣去計算它 那麼你得到SST 得到SSE 扣掉以後就變成SSR SSR就是sum2 due to regression SST是total sum2 SSE是due to error 然後你拿14至12那個式 來定義你的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然後你拿到R2的值 以剛剛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高達0.9027 0.9027的意思是什麼呢 簡單來講就是 你這個大學學生人口數的多寡 解釋披薩連鎖店 營業額的解釋程度的好壞 高達90% 那高達90% 代表你這個製變數選擇算是相當不錯 頗有解釋能力 相當能夠代表你的營業額的高低 這樣懂嗎 好 那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原來呢 還有呢 跟我們大家所講的 所熟悉的東西呢 還有一個關係 你要看R2 等於SSR除以SST 這個SSR SST呢 本來是這個樣子 SSR我們剛剛講的 Due to regression 那你就拿 regression 這一條固測線 去減掉 Y bar 本來是這樣 然後上面 Y hat 是V0加V1 乘以xi 減掉 Y bar X bar 那我們都知道 V0是等於什麼 V0剛剛講的是 Y bar 減掉 V1 X bar 所以這個不見 就變成Y bar 在這邊 Y bar跟Y bar 是不是相減掉 所以剩下V1乘上 xi 減掉V1乘以X bar 平方 所以V1 提出來 變成V1平方 在這邊 所以分母變成Y 減Y bar的平方 分子變成 xi 減X bar的平方 看了沒 變這樣 然後再來 V1是什麼 V1是什麼 剛剛同學們還記得嗎 V1是什麼 FOMO是什麼 xi 減X bar 平方 然後 xi 減X bar 乘上 yi 減Y bar 這是V1 V1的平方 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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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 同學們一看 這邊有個平方 所以這邊有個平方 這邊有個平方 這邊只有一項 所以這一項消掉以後呢 下面這邊只剩下一項 然後這邊沒有 上面還有一個平方 所以這個變成什麼 變成 分子是 xi 減X bar yi 減Y bar i 分母是 還有一個 xi 減X bar 的平方 還在乘上 y 減Y bar 的平方 i 然後這邊記得 這個要平方 你們注意到這個東西 似曾相見 這個東西是 注意 這個東西是什麼 是不是X的 這個變數的 樣本變一數 只是沒有除以 N-1而已 這邊是 Y這個變數的 樣本的變異數 只是沒有除以 除以 N而已 對不對 我們把它變成是 N S X的平方 N N-1 這邊是N-1 Y的平方 上面這個東西啊 叫什麼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 CoVariance XY 所以它應該是 不要用COV COV是指母體 這邊是樣本 所以叫 S XY 的平方 然後前面也乘以N-1 整個的平方 所以這裡有平方 所以N-1平方 跟下面的N-1 兩個N-1 消掉 最後剩下什麼 最後剩下 我把它寫在這個地方 清楚一點 最後剩下的是 S XY 除以 S X X 這個平方啊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為 XX X 這邊你可以寫成SYY 那 這邊 注意 還有個 S Y Y OK 那 這個是平方 這個本身平方 這個是單獨一個 你可以把它變成為 S XY 除以 根號 SXX 根號 SY Y 整個的 平方 整個的平方 所以我把這個 瓜虎裡頭的東西 事實上你發現 瓜虎裡頭的東西 就是 R XY 然後你的平方 什麼叫R XY呢 相關 系數 X跟Y的 相關 系數 在哪裡 3 5 這個課本的 第三章的 35 來來看一下 140頁 3 14 3 14 那個式子 就是我現在 白板這邊所寫的 SXY 除以 SXX的 開根號 SYY的開根號 它用的符號 不是用SXX 它把 它把它開根號變成什麼 就變成是 SX了 就變成SX 它用SX的平方 反正SX的平方就是SXX 你把它開根號 或者是你只取SX 不要平方 一樣的 只是符號他們不一樣而已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叫做相關系數 相關系數的平方 原來就是R平方 我證明了這個 決定系數原來就是相關系數的平方 對不對 對喔 所以如果 你知道 決定系數 你要算相關系數的話 很簡單 你把它開根號就好了 你把R square開根號 如果你知道決定系數 你把它開根號 就會變成相關系數 可是相關系數啊 跟R square還有一個差別 我跟你講 R square它絕對的值 它一定都是介於0跟1之間 它不會有負的 但是相關系數 我們的概念知道 相關系數有沒有負的 有負相關 對不對 也有正相關 所以它前面要取正負號 那前面的正負號 由誰來決定 由B值來決定 由B1的值來決定 所以 同學回到我們14章這個地方 618頁 14至13那個是 就告訴我們說 你的相關系數 RXY 等於 Sine of B1 Sine of B1 就是B1的符號 B1我們知道 是代表相關系數的正負號 同學 Y 大家看這邊 Y hat 等於B0 加B1等於X B1 正的話 你的回歸固測線 是不是這個樣子 B1 如果是負的 你回歸固測線 是不是變成負的 所以B1 如果是正的 代表X跟Y之間的相關關系 是正的相關 B1如果是負的 代表X跟Y之間的相關關系 是什麼 是負的 所以B1 代表的 X跟Y這兩個變數之間的相關性 是屬於正相關還是負相關 所以才有14至13那個地方 Sine of B1 Sine of B1 B1的符號 B1符號不是正就是負啊 正或負啊 那就代表正相關負相關 然後後面 決定係數開根號就對了 有沒有問題 時間差不多了 這一節啊 做19、21、22 19、21、22 三個題目 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好 拜拜